男人好奇地伸手接住一只萤火虫 小风却发现不对劲 一把抓住扔到地上 不料却被萤火虫反咬了一口 立马晕倒在地 然后全身疼痛地厉害 危急时刻 四脚神龙走了过来 伸出舌头朝小风手上吐了一斤口水 然后潇洒离开 奇迹出现了 小风浑身的疼痛瞬间消失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 神龙平时就专门捕捉这些有毒的萤火虫为食 全身内外都是萤火毒的抗体 因此神龙也被村民们奉为村里的保护神 然而就这样一个保护全村的龙神 却有人出高架聘请了一支捕龙队 想要杀掉神龙夺取龙星 一船人浩浩荡荡进入神龙村 不料刚走近一半 就出现一条庞大的八爪鱼 他伸出八只长长的处须 一秒吸走一个 众人纷纷开枪射击 也都像是在给他挠痒痒 还好小风聪明 他敏捷地爬到船帆高处 趁八爪鱼腾空而起之时 调好了八倍井 对准八爪鱼的大猫 夸擦就是一伙箭筒 八爪鱼应声掉入水中 人们高兴地欢呼 此时的小风只想跟着捕龙队 快点找到神龙 因为秦老板说 当年小风的父亲就是被神龙所吃 他一定要杀掉神龙 为父亲报仇 谁知刚进入森林 人们就发现比神龙还要大的怪物 好 好